国家图书馆以知识、文化、学习、体验、创新合作为价值 为创新服务建设 行政院于106年核定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 即国家联合典藏中心建设计划 赤资超过50亿 于台南市新营区打造这座国家级的图书馆 也是台湾南部重要的学习、研究及文化宝库 彰显政府对图书馆建设的重视 南部分馆规划开放透明的知识空间 透过自然与建筑结合之设计理念 融合了图书馆、活动大厅、图书博物馆 图书资讯专专业智能发展基地、文献修复 进入大厅 您可以沿着知识之境探索每一个阅读空间 也可以选择一个最舒适的阅读角落 或在儿童知识区、青春样读区、乐林阅读区等各式阅览空间 创造人与书之间的新关系 此外,为发挥国家文献典藏之功能 着重结合本馆特色馆藏 展示人类图书文明史之发展脉络 并肩负特藏文献修复人才培育之使命 致力于文献保存与维护智能之研究及推广 另一方面,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 作为南台湾学术及研究重镇 除提供汉学服务 并设有台湾儿童及青少年文学史料中心 同时,更作为全国图书资讯创新基地 引领台湾未来图资发展 未来全国创新服务将在此孕育而生 为提供图书文献有效之典藏流通及取用 自动仓储书库将提供智能图书调阅服务 提供24小时预约取书服务 馆内更有方便的智慧运输车服务 这是全国最大国家联合典藏中心 人类文明最珍贵的文献 在国家联合典藏中心结合数位科技完整保存下来 联合典藏可集中管理全国罕用珍贵馆藏 协助各图书馆释放空间 建立新的保存、使用模式、落实图书资源的共享 国图南馆建筑以和谐共生、开放学习、生活展示三种设计理念 打破以往图书馆建筑与周遭环境封闭的环境 创造更多与自然环境、人群对话的可能 于室内外采用多元的生态、节能、减费、健康手法 并以循环图书馆为设计方向 保留了基地里80%的树 并延伸绿役、设计超过50种以上的景观植栽 让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不仅是民众的图书馆 更发挥生态教育功能 成为民众生态环境教育的场域 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将体现国图全方位 图书资源之服务功能 开创国家图书馆崭新面貌 知识与灵感的起点 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 期待未来与您在此相遇 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